女人蹲坐在火炉旁,正在给劳索一天的丈夫缝补衣服,男人用博闪的眼神,上下打亮着刚过门的妻子,从二人的眼神中不难看出,丈夫好想在隐瞒着什么,自打结婚的第一天起,妻子就一直想讨好丈夫,可丈夫始终对女人不闻不问,女人虽不是万里挑衣,论容颜也是小有姿色,丈夫的反常举动,让妻子决定一探究竟,晚上男人睡着之后,反那偷偷打开丈夫的平板,无意间发现了一张奇怪的照片。 婆婆的一气话,让反那毛色离开,儿子与林家女孩从小就是轻微竹马,已经被双方家长指负为婚,但女孩心高气傲,不敢请游牧生活,选择了前往大城市,这才导致丈夫整天魂不受赦。 昨天林家的牧民放怒至今违规,所有的牧民都出去寻找,当然谢尔盖肯定不会寻受旁观,冒着林家四十度的严寒,驾驶雪地里扯飞轮出去,傍晚时分,谢尔盖回到营地,后面好像还躺着一个人,众人见状纷纷凑凑了上去,老头好像有种不祥的一感,掀开被子的一瞬间,妻子就在眼前,这副情讲,让老头彻底陷入了绝望。 在西伯利亚,狼群是牧民最大的威胁,谢尔盖回到屋后,发现帐篷上的照片不见了,这让她非常不爽,她知道是母亲被她收了起来,于是再次拿出相片,挂在了帐篷上,这一切都被凡娜尽收眼底,丈夫这样的举动让她感觉到了羞辱,但她也想尽量挽回自己的男人,这也是她目前最应该解决的问题,于是决定跟着丈夫出去放屋,临走时还不忘把桌子收起来,在丈夫如此冷漠的对待下,她还在想着讨好婆婆,能看出,凡娜在家里,她还在想着讨好婆婆, 在这个家里多么的用心,婆婆心里跟明镜似的,儿子的性子,她怎能不知,犹怒民族生活的一切,基本都来源于驯鹿,驯鹿让他们长期在这片贫瘠质地扎根,谢尔盖将雪地摩托开上山坡洋铁长脚,这帅气潇洒的动作,让一趟的妻子深感骄傲,随后在放弱的路上,发现了一只被狼啃式的驯鹿,这也说明他们的驯鹿已经被狼群盯上,他们会把狼吃生的驯鹿带回去家。 自打老头的媳妇被狼杀死后,在外的女儿出去多年至今违规,让你也一直没有举行,老头一直为你不振,儿子看出了老人的忧伤,于是穿着衣服尊重账网。 婆婆为了给二人一个圆满的爱情,决定充当何时老,就在这时,一个伶仃大罪的男人,醉熏熏地冲了进来,直接冲着谢尔盖说道, 要让妹妹回来参加葬礼,但由于父亲没有信号,只能恳求谢尔盖帮忙,一听是心爱的姑娘,谢尔盖自然无法延伸内心的喜悦,妈妈在一旁,自然是非常不爽,美好的聚餐,就被这样叫得去。 二人驾驶雪地摩托,来到了高塔,这是牧民为了方便与外界联系,刻意搭建的喜好站,对汉在谢尔盖的搀扶下,爬上了栏杆,拨动了妹妹的电话,将母亲的死寻一无一世的告知,谢尔盖之所以愿意帮忙,其实她自己也有私情,她已经有五年,没见朝思暮想的女孩了, 好奇形是每个女人的天性,趁丈夫熟睡时,凡娜偷偷地摸向丈夫的脖子,她只是想看一下佩戴的狼牙,却被惊醒了丈夫一把抓住,然后又被无情地甩开,这让凡娜更加惊醒了自己的想法。 儿子怒气冲冲,夺门而出,妈妈立马追了过来,作为妈妈,她搞不懂儿子的想法,眼前的妻子多么地贤慧大方,为什么偏偏不愿给她一个机会,儿子的回答让她瞬间哑口无言。 得知母亲的死讯后,林家女孩很快便乘坐飞机飞了回来,对于凡娜来说,她并不是什么好消息,面对着素费龙业的敌人,老实巴交的凡娜又该如何应对?